哈喽大家 今天上新的这只包包呢 来工作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更加吸引的方式 来把它从视频中推荐给大家 但是呢 想来想去还是用了最熟悉的 最普通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只包包 这款包或者这个系列的包包 到现在为止呢 是绝对少数 而不是相对少数 所以很多客人也好 或者是同行也好 都在想有没有机会能够把玩把玩它 或者能够经手一支 但是呢 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真的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感叹自己的幸运啊 不管是从哪些方面 在人生道路上的很多选择 或者我所从事的当下的工作中的一些小事 都能真的能够确实感觉到 我真的很幸运 这是我在大概两个月之内 看到的第二只 So Black 而且和上次一样 这个也是So Black的薄金三五 我们先大致看一下这只包啊 非常油亮的包身 就像我上次的感觉一样啊 So Black它也是用了box皮 但是我往往会疑心 它的这个box皮会不会比我们经手的其他的 不管是凯利包还是薄金包的box皮 会比它们更好一些吗 或者是另外一种非常接近box皮 但是比box皮还要高级的皮革呢 这个真的是让我怀疑啊 但是呢 从大家得到的信息啊 So Black的确是用box皮啊 那So Black系列非常有特点的是什么呢 它的烫印是镂空的 直接在这个黑色的皮革上面压印下去 而没有涂其他的颜色 同时呢 所有的金属都有一种涂层 包括底钉都会有涂层 这样的涂层呢 让金属上面显示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种黑色 这种黑色不光是 带给大家黑色就好了 而是一种非常有光泽度的 和box皮相得意张的 这样的一种黑色 So Black一般来说呢 是2010年前后设计并生产出来的 所以呢 一般我们看到的So Black的刻印 都是方框欧刻或者方框Anker的 这支呢 是方框欧刻的一支包包 它的配件就没有上一次经手的那么全了 这支包包的配件 一个包 然后加上这个锁套 我们叫皮革铃铛 官方叫皮革铃铛 以及黑色的钥匙和锁钥匙呢 也只有一把 什么情况呢 原来主人把备用钥匙和所有的防尘袋啊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但是因为可能中间有过搬家 所以这些东西有可能会遗失了 那也会答应我说 如果找到的话会联系再发给我 所以这支包包呢 目前来说就只能是一个包包 加上锁具 同时钥匙只有一把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它来一堵 黑色的防尘袋和黑色的箱子的风采了啊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的话 之前曾经经手过一支有箱子的Soblack薄金35啊 说完了它的配件呢 我们来聊一下它的橙色啊 这个包包还是经常被使用的 也不能说经常被使用 我感觉呢 其实是用的不算多 但是呢 使用过程中给它留下的划痕会相对的来说多一些些 所以在包身上呢更多的是一些不太明显 不算特别明显的这种细小的划痕 然后呢就是存放痕迹 因为它的边角的磨损都非常有限 所以我说它其实并没有说非常重度的使用 同时呢它的原始贴膜呢 到目前为止还保留了中间的这个大的这个贴膜 未来的主人可以感受一下 私掉Soblack贴膜的感受啊 这款包包呢往往是自带流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无论你在哪个平台上 不管是文字平台 还是视频平台 还是图片平台 搜索Soblack 都会有成堆成堆的啊 很多明星名媛 来使用Soblack的这个图像 或者是影像资料 整体来说呢 它是非常有气场的一个包啊 也是非常非常好搭 那黑色本身就比较经典 同时呢如果再搭配像这个黑色的皮革铃铛 或者是黑马啊 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的黑马的话 也会比较帅气 因为这只包是绝对的少数 所以价格上呢 一般来说也会相对比较高昂一些 我有看到啊 全套的成色好的包包 大约在28万加人民币 那相比来说 这只包的这个性价比就高了很多 所以上次如果没有抢到的朋友们 这次又有机会了 可以考虑一下 入手一支Soul Black 35 有些朋友充分认识到了Soul Black的价值 所以有人会这么说 当你买到Soul Black之后呢 就永远不要想着卖掉它 好的聊得再多 聊得再好啊 可能也没有包包它本身的这个流量足 所以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在咨询 在沟通 在聊天 在留言 然后可以在下一次的视频中再跟大家去沟通 好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